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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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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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觉得假期不算太多香港政治事件来说 但是 之前 保护儿童协会这件事 即上了几个日子 新闻动作的都是纪计 其實我覺得我的政治性不強 我興趣不大就沒有拿來講 但事實上你現在看來講 這些是港英時代遺留出來的NGO 甚至政府都長期跟他們合作 我覺得都是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港英時代遺留到近二十幾年 其實也有很多人都指出 寄協也好或者保護兒童協會也好 都是英國人留下來的 但是很多的機構 即是香港的親中的組織都會 送錢給寄協用 或者送錢給保護兒童協會用 我不知道看到有一篇文章是這樣說的 其實香港政府真的要想清楚了 我們今年2021年 我們其實有很強烈的口珠不蓋 香港政府的 為什麼罵他呢 譬如說教協 政府說不跟他合作 如果大事回顧的話 今年2021年 原來政府說不跟他合作 那些百分之中 不合作 政府一致 junk 靠行人 減默 政治給我 就是 ошиб 他 你是個 lasso que se 職工民又說倒閉,原來職工民現在,政府有時候還給錢去花 政府也沒有說停止跟他們合作 但職工民很明顯就是跟很多黃絲組織製造很多假工會 早幾天的新聞都說這些工會還有一千多個,還在職額還未處理 那為什麼政府要跟職工民長期合作呢? 2019年爆發是黑暴,那中間那兩年的時間,政府不斷地資助這些黑暴組織 這些是不是叫做不正常啊? 現在保護兒童協會是不是跟政府合作了很久呢?我相信是 但現在保護兒童協會裡面爆發這些醜聞 其實會不會整個會,政府都不跟他們合作 那不如開另一個會比較好 現在問題是他們管理不善嘛 按西方人的海盜邏輯 他們永遠叫你去save the children 通常呢,通常呢,他們就在那些群共國家裡面虐待兒童的 或者是你捐款給他們的話呢 他們就去拿去嫖一些兒童 叫一些兒童呢,要收受捐款呢 要提供性服務,類似這些東西 西方人的慈善組織,從來都不可信的 從來都聽到就是說西方人 為了要捐款,要保護協會呢 就是他們呢,專製造一些視頻呢 就殘殺一些動物,就屈其他機構 然後就搞事這樣 西方人呢,搞這些NGO呢 通常都是搞顏色革命的 現在保護兒童協會原來有這麼多個員工 虐待兒童 會不會政府勞覆局 是不是啊? 羅志剛有責任呢? 我不說這麼遠了 另外呢 香港政府另一樣東西是有問題的時候 就是說你 陳肇始這個八婆 現在呢 Omicron當然就是來勢洶洶 已經說說 第五波呢 很大機會這個冬天會爆的 這幾天不爆呢 下個星期都爆的了 連續兩天 我都看到呢 就要走去呢 去檢測的 就是說去一些社區檢測 一些大廈去找那些Case 那因為呢 可能是做過防疫有個漏洞 所以就有一些機場的人員 走進去市區那裡 就是說呢 我看到電視都是說的 就是說喂 衛生防護中心裡面呢 有一些機組人員 按照指引 他們是不應該這麼快走進去社區的 但是 那些的 可能是郭泰的員工啦 估計是 因為香港主要的航空公司都是現在嘛 那就是他們都無視 所以 那些的指引 走進去社區 被人篤灰 所以就說 喂 政府說要跟進了 喂 死啦 你經常這麼多洞 現在知道呢 就是說 那些的貨機機師呢 就要呢 現在是因為 貨機呢 對於香港的空運很重要的 我都知道 不可以說 好像普通人 要隔離二一天 那你真的什麼都不用做了 所以現在呢 就是說 管來是貨機機師呢 不用檢測 就是說呢 他們 是有些指引而已 現在呢 就是貨機機師呢 的 要求他們呢 就頭三天真的抓住他們 不准動 免隔離 一定要隔離 過了三天之後呢 才給他們啊 跟指引去做 但是也叫他們不要經常下社區啊 那些事情啦 可以接回抓自己的家人 那就是說 基本上呢 我聽到呢 就是說 政府要收緊 貨機機師的 一些防疫 那就是證明之前實在太鬆了 我知道啊 一定要有一定的 不可以說收得太緊 因為 那些機師 始終都是香港需要空運的 這個城市 那這個你自己看的新聞的了 但是總之無論如何都好 就是說 政府防疫那方面呢 的而且確 做得不好的 大陸是有一些什麼 閉環 就是說那個人呢 他負責做空運那些事情 但是是閉環的 就是說呢 全程接觸到不社區的人 接觸到那些 穿著防護的人 可能是可類的而已 那可類的啊 我希望政府 喂其實這個政府呢 做事真的是垃圾的 大哥 為什麼說林鄭不應該連任呢 就是喂你防疫的 你暫時香港大半年都沒事啦 感覺上半年左右 但是事實 其實有很多洞 是不是 就是 袁國勇大聲說 喂要 要搞疫苗護照 我又覺得他這樣說呢 我不敢說他錯 但是袁國勇 還做香港政府的專家委員會的成員呢 我已經質疑 就是看到袁國勇彈出來說話 搞疫苗護照 又說呢 要 我們要開放的社會 暑假和西方開放 接著呢 就勿敬天摘地說到這樣啊 就是說呢 他講的那些話 我不剛剛聽了 但是我不敢說他錯 但是政府 有陳肇始 有袁國勇 有許樹昌呢 我對香港的防疫呢 真的沒有信心 我對通關呢 都是沒有信心 老實說他先說這些 另外 山山碎碎 沒有時間說 嫖妓這件事 但是呢 先說了山山碎碎 其實呢 林素衛 在新界東南 他說自稱貼地民新派 若地區支持會同意公民提名 就是他說一個比較條件性的說法 就是說呢 特首選舉要公民提名 但是他這樣說的意思呢 其實就是說他 等於告訴你 他是美國人的人 因為公民提名呢 一直都是說在基本法的寫法裡面 特首選舉必須要一個提名委員會 如果我們是說 在說 選委會的四天席 當然要選委會提名 是不是 如果你要選 地區席選就是公民提名 就是普通香港人要提名之後 再加上選委會 要有人提名才行 是不是 功能組別的 就是要求公民組別裡面自己提名 就是可以投票的人 提名那個人去選公民組別 但是都要選委會兩名議員 會的界別兩名議員去提名 那 但是現在他說這個公民提名 一定不是在說立法會 在說特首 就是他 向美國佬說 我現在成功能進入議會了 我是議會裡面的 他跟迪志遠根本是 一起都是美國佬的人 我都說方角山不是好東西來的 方角山現在贏了進去 又玩東西了 我承認的 就是立法會選舉這個層次太低 就是可能阿爺未必說 screen得那麼緊 那些人自稱 是建制 阿爺有時候說 算了讓你進去 但是現在他告訴你 他是美國佬的人 梁振英一向都是在軍 就是那些什麼 潘卓雄啊 軍緊啊 泛民班友 2014年都跟梁振英和我們吵架了 就說 你們 泛民要堅持政果 要搞公民提名 根本這件事情 就一定必然矛盾的啦 必然矛盾 就是說你們泛民 要跟中央怎樣都要對著槓啦 中央滿足不了你們公民提名 就是你們要搞港獨啦 找個理由 林素衛肯定清楚這些歷史的 香港港獨派的誕生 這件事情完全是為了特首選舉 可不可以公民提名 政府 即是中央說了不行 這個是2014年831 8月31日 人大的決議說不可以 有任何公民提名 本身 基本法的說法也是不可以有公民提名 選特首的話 林素衛說 如果地區支持 就可以支持公民提名 就是他要搞港獨啦 暗示他 我的選民每個人都支持公民提名 那我就去搞啦 中央政府不肯搞公民提名 我就搞港獨啦 這個意思的了 另一個仆街 迪志遠 向美國佬呢 他承認啦 我現在贏了啦 我做社工界啦 的立法會議員啦 他說要上任後100天 要動議討論重啟政改 香港 香港現在沒有任何憲政的身份 無論是立法會還是特首 都沒有資格 也沒有任何憲政的結構 去提出政改的 政改 以前就有一個叫做 基本法寫了一個所謂的三部曲 後來就是人大釋法變成五部曲 但是現在 附件一和附件二 所說的那些關於政改的事情 全部都已經抹走了 就是說 不能再有三部曲 五部曲這些無謂的事情 你從什麼啟政改呢 當然啦 他做這個動作就告訴你 跟黃絲說 我是黃的 這樣 還是跟美國佬說 我進去了 我要在議會上搞事呢 將來如果有政改呢 將來如果有政改呢 是中央主動提出 香港是不可以提的 你這樣說 就是騙神騙鬼 這件事不說太多了 立立集集一下 說多一件事就算了 轉進去陳朗星叫雞事件 這個阿仔找爸爸媽媽的群組 是建造鄧炳強 建造前私隱專員和其他現任私隱專員 鍾麗寧都建造的 即是呢 香港呢 其實我覺得需要嚴厲些 即是盡快立23條 林鄭這個混蛋 就在任期內 即是估計新立法會議員 做不及了 我覺得 在五月尾 六月頭 即是六四之前 是要完整通過 23條 是禁止任何人 去污衊我們的解放軍 污衊我們的國家英雄 不可以再容許任何人 搞起底 我們甚至說 你蓋政府官員的底 我覺得是危害國家安全 因為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些Telegram group的話 我覺得 或者任何搞起底的網頁 我覺得Telegram的軟件 都應該是不讓香港人用的 你說 極權 獨裁 西方弄傷顏色革命 都是靠Telegram的 是不是 如果生氣上來 我覺得WhatsApp 撿了都可以 為什麼社會 要被WhatsApp Facebook 搞事 顛覆我們的社會 經常 在WhatsApp 上 飛一些古靈精怪的文章 是不是 以前我們 看的新聞 是有跟有強的 現在是WhatsApp飛過來 不知道哪裡來的 很離譜 我們轉去說 叫雞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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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叫正言自由說的 就說要去兩小時的最後通牌 今午前不公開道歉 就公開去約炮視頻公佈天下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說 有人 攻擊 陳朗聲 說他瘋狂嫖妓 說他叫雞 跑去一間店 店門口就是這樣 可能拍到他 因為也有影片拍到他 飛跑進去一幢大廈裡 那幢大廈 對不起 我可能這個位置看得比較好 那幢大廈叫做 英皇道368號 榮池商業大廈12樓 那幢大廈叫做水雲國 這個水雲國 叫做PA級的地方 就是在 如果你是港島人 你知道北角哪裏 這幢大廈 是電車站的地方 那幢大廈 不過有一個電車站 是嗎 對面有一家麥當勞 她樓下有一家圍康 不知道你記得 記得 記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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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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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 裡面 就有一些 可能叫做 按摩的服務 但是上了一些嫖妓的网站 就说他有性服务 就是拍了一些镜头 说陈朗昇出入荣池商业大厦 就是这个大厦门口 接着就说他 指到明了 现在最近 这个荣池商业大厦里面 12楼的水派写着PA級 不,我可能叫SPA級 S不知为什么蒙了 SPA級 就是做按摩或者水尿 然后就证明了 在嫖妓网站说他有性服务 有片拍他就跑入荣池商业大厦 如果是现在这档事 他曾经 陈朗昇 8月已经被人指控过 那陈朗昇8月12日 他就说 说他打邪骨 又说他是嫖妓 接着陈朗昇说骨 我是有打 但没有接受不道德的服务 接受不道德的服务 我会更小心选择消费场所 给大家带来困扰深紧抱歉 这个抱歉呢 是8月12日的 他这一刻来说 攻击他的是今天出来的新闻 究竟他 他会不会 好像8月12日那样 说一些feel sorry 扮去抱歉呢 人家是要求他道歉的 那他就会不会又写回帖子 我feel sorry 深感抱歉呢 暂时不知道发展如何 但是呢 如果呢 陈朗昇坚持呢 他说好像8月12日那样 我去那里打正经骨 我不知道那里有性服务 我平时都不看 那些召忌网站的 我怎么知道那里有这些东西呢 甚至他不认 他有去过12楼 我进那栋大厦 可以去第二里的 那当然啦 这张照片就证明了 他去过那栋大厦门口 但是 这个是那个 Spa Cup 叫水云国的门口 和他 但是他说这个是背面 这个不是我 他可以不认的 对吧 鞋子 袋子 很多人有而已 不是我不行的 那门口的女孩 都有一些性感 短裙低胸 他说 喂 那个不是我 我不知道 我有去那栋大厦 不知道没有去那栋 可以的 可以这样说的 喂 我不看照记网站 我怎么知道12楼 有这些东西 对不对 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 看看会不会有进一步 如果夸张他上来 就找到一个女孩 提供性服务的人 跟他说 我提供性服务 但是如果那个女孩 是打了格子 把声音弄过 才说 是的 我有给她服务 那那个也不死 如果你说提供性服务的女孩 出了样子 出了声音 那就咬死了 但是咬死了 会不会那女孩收钱 整股她 都可以咬 如果去到最尽 就是 那个场 收了钱 在那里 帮她拍了一部 接受服务的视频 这样捉黄鸡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整个场还要做 原来这个场可以 被人装摄影 如果是 无论如何都好 这件事会不会搞到这么麻烦 我们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有召忌的片段 就是 如果是记协 说自己这么正义 这么道德 有召忌的片段 飞出来的话 就很精彩了 如果是没有 随便找个女人 掩着那个样子 掩着那把声 整个把声 然后说她有嫖 我觉得也入不正 看看这件事 去到玩得多大了 你想想当年 陈家伟是在 一楼一的那些火门口 被东方日报拍了 当时她没有戴口罩 没有戴什么都没有 她的公众人物都敢死 出入这些地方 就叫死了 但是陈朗星会不会去到这么厉害呢 我们拭目以待 对啊 对啊 对啊